有網友爆料 幻真總裁夫人 金牌經紀人 現任幻真青光總裁蘇北 於七年前參加設計大賽時 抄襲衛冕冠軍趙蕊的作品 並在事後呢 利用幻真集團背後強大的力量 聯合利益團體 逼死趙蕊 這群鍵盤下 什麼都不知道就開罵 前來還沒出的什麼爆料人 變得還真是有理有據的 不會設計的經紀人不是好演員 這蘇北戲可真多 什麼設計師啊 七年前就因抄襲事件 滾出設計圈了 這次也不知道 抄了哪個倒霉設計師的 我這有實錘 想請請開箱名列記 瑪麗蘇跟經理告訴了我 要麼遠 要麼狠 才能在這個市場站得穩 你不生氣啊 都是七年前的抄襲事件了 有特有真相的 看來有些人對我 還真是念念不忘 董事會那幫人 平時最喜歡沒事找事 這次 還不知道我會是什麼樣呢 這次跟CIA的合作 事關重大 我們必須要想辦法 挽回幻真的形象 至於蘇北 就讓他自動辭職 給公司造成的損失 該怎麼補就怎麼補 丁叔 你是年紀大了 腦子不清楚了嗎 這才發生這麼點事情 你們就急著把人往外推 是不是哪天我出事情了 你們就立刻把我轟下臺啊 陸楠 這一碼歸一碼 你別岔開話題嘛 這次合作啊 關係到我們幻真的上市問題 這麼大的事情 想必你也不會感情用事吧 拿下CIA 是靠蘇北力挽狂瀾拿到的 沒有她 就沒有CIA的合作 想必你們不會忘記蘇北 是我太太 作為一個丈夫 所有的事情我會一併承擔 CIA那邊 有什麼反應 現在事情鬧得這麼大 他們已經有意想 與幻真姐出合作了 眼下 與幻真合作 確實會影響他們的品牌形象 他們這麼做我也可以理解 但此次合作 對幻真的影響重大 我們不能坐以待斃 七年前 我被動挨打 如今 我不會再任人宰割了 只要能證明我的清白 他們也就找不出理由來拒絕我們了 既然 墨後哲已經跳出來了 那我們就順藤摸瓜 先從石槌開始 抱你早聊到郭董事不會那麼安分 提前做了準備 打電話給那些主流媒體 刪除影響力大的帖子 還有 讓公司發個聲明 對於那些胡編亂造 捏造事實的人 我們會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這不會激起民憤嗎 要首先把輿論引向其他地方 轉移民眾的目標 還有 顧氏那邊好好查一下 我們剛和CIA合作 就發生這種事情 太巧了 顧成澤那邊怎麼樣 忙著賺錢呢 送上門的好生意 他積極得很 那今天先 等等 我有事找你 我會想看你 然後我會想看你 我會想看你